那么位在台东市光明社区旁的 碑南右岸3号提防 今年3月才刚完工通车 6号却传出了5座路灯的变压器遭窃 作案手法相当利落 而目前已经有警方调查当中 建设处长许瑞贵 7号上午是特别前往勘察 也呼吁民众一起来防范步伐 保障用路人以及民众的安全 位在台东市光明社区旁 今年3月才完工通车的碑南右岸3号提防 6号传出有5座的路灯变压器遭到窃贼偷走 导致整排路灯不亮 严重影响用路人及运动散布民众的安全 现在位置在光明国小生态室后面这边 昨天晚上大概8点的时候 有通报说这边的灯不亮 经过检视之后 已经有5盏灯像这种变压器被人家偷走 那整个灯不亮造成这边整个安全问题 昨天大概里长的部分 然后那个厂商的部分都有直接通报我们这边反应 那今天早上的部分来做个检视之后 我们会请厂商 来检视一下整个修复的费用的部分 这一次它主要是偷什么 这部分大家看到这部分这应该还有一颗变压器在里面 然后它把这个盖子拿走了 然后把这东西捡走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一般现在最近这边附近散布的蛮多的 对 它这动作非常熟练 其实它这样子偷窃的话 它对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因为它是有带电的状态去做的 那它做完之后 这整个灯不亮之后 其实对行车跟在地这边都是一个危险 报案了吧 报案了 现在目前已经有请厂商再来诊断再做一个检查 到底是损失多少 那我们会尽快用最快的速度把它修复 像这个的话 有没有办法先焊的 用点焊 这可能会跟厂商研究一下 是不是用胶的部分 让它不容易马上可以拆脱 但是因为它本身还是需要做检查 还是要做检查的部分 它没有办法完全做焊死的动作 好 所以看安全上注意一下 是 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希望 这个公共设施 也许它拆了 它可能认为是小事情 但是它影响到很多的公共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后续 稍微注意一下 许卫贵强调 窃盗路灯零件的行为不可取 目前已向警方报案 也欲请民众一定要爱护公务 若有发现不法 一定要立即向警方或者县府通报 记得判军委台东市报导 停车